大家好 我們一直秉持著 有新車就盡量試車 最優質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講 從我們10月開始 新車越來越多 一直有一台新車 然後不只是記者會 試車也有 11月開始一直有兩三台 那我們也是了 12月 離譜了 我跟你講 幾乎每天都有新車 這麼用感情的頻道 是不是SUPER SLOCHAO下面旁邊的訂閱幫我們訂閱下來 而且每一支影片下面一定要留言 而且分享出去好不好拜託各位 抽一下20萬訂閱 今天我們的重點就是有用感情有用心 那說到心你會想要什麼POSE 我想韓國女團的POSE 會是這樣子對不對 那現在台灣流行的是 這樣子 結界結界 好最用心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你可以說他老朋友 你可以說他是新朋友 他就是FOCUS Active 最新的跨界 新修旅是這個新喔 心情的新 同時他是個新修旅 沒錯這台FOCUS大家聽到都想 啊Hashback啊 那是房車啊 No 他不是Sudan 他不是Hashback 他是一台修旅車 你用這個切入點進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 欸我在眾多的休旅車的車海裡面 找了半天找不到一台跟我比較match的車 這時候你試試他會發現 欸他怎麼竟然不小心 符合吻合我要用車的需求呢 那這樣的消費者 你真的如果你在挑休旅車可以試試看 Focus Active 今天上片是12月5號 事實上我們試車是11月底的時間喔 那媒體公辦一共47次 我們就是運氣這麼的bird bump 在下雨天試他 你想想看我好像沒下雨 因為我一直往北開 開到終於找到一個沒下雨的地方 要給大家好好介紹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Focus Active的時候 那天也是輕盆大雨 當然大家都說啊試車遇到輕盆大雨 心情會有點受到影響 因為你覺得畫面灰灰的 但不是 他就是天生要來面對各種奇怪的路況的 那一天呢我們製作人 跟我們攝影小哥m的主持人 三個人呢 就在那個充滿泥膩的地板上 瘋狂的激情的甩尾 甚至呢我們拿他到處去tick 然後呢把道路用完 你會發現奇怪了 一台休旅車竟然沒有像休旅車過高 會抖動的感覺 而奇怪了一台休旅車 他竟然還可以因應越野的路況 那專業的車手帶著我們 教練帶著我們試 我們已經很開心了 自己下去開始發現 原來我技術這麼好 啊不原來車子這麼好 我們竟然呢平安無事 而且開得好開心 每個人都笑得合不龍嘴 這就是Focus Active的本質 在這個時間點分享到Focus Active呢 我們的重點其實跟 上次我們在試它的這個極限呢 有點不一樣 因為極限的本質它還是有 Focus一直就告訴大家 與德同歸已經不是他們目標了 它要超越德歸 欸它也真的做到了 我們之前的試駕影片 兜兜兜兜兜 記得回去複習好不好 這個時間點要講什麼呢 第一件事情 我們跟德國人一樣 只要你在歐洲買得到車 台灣全部都買得到 拍拍手 我有Hashback了請買單 那要Focus後 我有ST Line Wagon 我有Active 有Active Wagon 我有ST 喔超猛的ST啊 也有ST Wagon 那我們現在呢試到了Active呢 它已經跟之前也更不一樣了 就是配備在網上 更進化了 讓我舉個例子 之前的FocusActive 它有Cold Player 360 平常用車已經大家可以幫到很多忙 但是所謂的載進化呢 最簡單的就是 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不是常會會靠它的盲點偵測嗎 有車靠近啊 或者你有點偏啊 它現在呢 它的Bliss呢 在高速路段 如果你不小心嘟咕 有點偏出去 它發現不妙 你有點偏喔 它就慢慢幫你把方向盤滑回來 幫你扶著回來 這就是一種進化 原本有的都有 但是它幫你加分加上去 那我們要怎麼定義所謂的 新修旅 或者是新修旅這件事呢 不要聽到Focus就把它當房車 我們現在就真的用修旅車嚴苛的角度來解釋它 光看它的後箱打開來就超過600升 來 已經哪幾台修旅 欸 你真的在想喔 沒有啦 不要這樣子啦 好傷感情啦 就是重點是那個 位置方面放東西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呢 如果接下來公辦 大家都只有半天多的時間 今天又遇到下雨喔 欸 這個環境比較沒那麼好 有機會我們再把車試出來 好好的把它塞好塞滿你知道嗎 最後再幫大家聚焦一下喔 新修旅 用新的新 然後是新的修旅 所以我們用修旅的角度切入喔 從它上市到現在呢 在台灣的銷售數字 已經突破6萬台 12月呢 好像下訂喔 只要在12月的最後一天 以前下訂的喔 它還可以讓你選套件 套件的三個畫面讓大家看看喔 三台車不一樣喔 三台車不一樣喔 我有車頂行李架 照都樂的說法是它的乘重夠 所以你可以裝什麼 車頂帳 可以上去睡覺 那因為它後面的空間 把第二排打平呢 也超過了1600升 所以下面睡兩個大人 上面的睡兩個大人 你會說怎麼辦 我在車頂上睡覺 這樣會不會太重呢 先跟大家講喔 因為它的車頂啊 我們都知道它有高鋼材 所以它的車頂的乘重啊 可以到250公斤 也就是扣掉了都樂的那個 配備裝上去 大概是差不多60公斤左右 你還可以睡190公斤的人喔 所以兩個大人一個小孩可以 那或者是你很胖 100公斤 那你還可以再找兩個 45公斤的陪你睡 反正上面就夠睡 那或者是你常常 喜歡去輕旅行的話呢 上面呢也可以安裝 自行車架 我的腳踏車可以直接裝上去 超帥的對不對 你光看那個畫面就覺得 我今天要出去旅行了 如果是一般使用的話呢 它的很大的優點就是 它的高度 你要上機械車位 沒有問題 很多休旅車可能 這方面比較辛苦一點 你都要買跨界小休旅對不對 那它的高度剛好就介於 跨界小休旅它再更大一點 那大休旅它再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它透過裡面的空間放大 讓你覺得 欸 實用性也還蠻高的 另外一個加分的重點 就是它上下車囉 很多人買休旅車 老人家如果買休旅上去 腳踏不鬆快 但是它的太低的話 像如果你買ST-Line的話 它就會比較低一點 你就要稍微跌坐進去 所以有些老人家也不太舒服 Active剛好就是介於一個 大休旅過高 然後小的房車過低的中間值 所以如果家裡頭有長輩 怎麼挑都挑不到合一的車 就試一下FocusActive好不好 你肩負很重要的任務喔 那今天的任務呢 就是好好出門來 好好試駕感受囉 下雨天就是試車天 所有媒體都是好天 只有我們這一梯遇到下雨 為什麼 因為這台車經得起考驗 對 我們每次試FocusActive 都下雨欸 這個下很大欸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非常的用感情 我們往北走 雨比較小 偶爾還會有點陽光偶爾透出來 給大家看漂亮的畫面 但是等一下我們又要往泥林的地方走 沒有客氣的 基隆嗎 好 現在呢在雨天市啊 我覺得它的平穩度很棒 我剛剛其實從基隆開回北部 那天氣慢慢放晴啊 我覺得那是很愉悅的 開的感覺啊 指向性都非常的好 沒錯 現在呢雨月下月大就交給你開 我就可以休息 哈哈哈哈 好 我現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已經說了 這一次的FocusActive 它本來太北就已經很滿了喔 我現在啊 有Apple CarPlay 有Android Auto 接線這都是非常非常普通不過的小功能 所以啊現在車子啊有Android Auto啊 Apple CarPlay 都是太稀鬆平常的事情了 我們要了更多 We want more 要什麼 對全部都無限 無限Apple CarPlay 無限Android Auto 所以我剛剛導航的聲音出來 就覺得一個聲輕氣爽 但因為我們要錄影 所以我把聲音給shut down 安靜 每次它的導航出來 我就覺得看起來賞心悅目 真的會讓人很有愛耶 好大喔 對 然後我們上次不是訪問了幾個Focus的車主嗎 他們真的是超愛Focus Wagon的 Focus Active啊 你坐進來你要把它當休旅的用途的話 發現它全部各個方面都滿足了 今天剛剛我已經分享了空間 然後再來就是靜密度 因為休旅車就常要在家人出去玩 我覺得上次那幾個Wagon的朋友可能會覺得 哇 那Active好像更貼近休旅車的感覺喔 不過看個人的實際的使用需求 反正這年頭的Focus呢 已經是全部的配備啊 以及全部的規格 都放在那個讓你選了 這麼多台 你現在開的感覺怎麼樣呢 我覺得它指向性很好耶 就是一如過去的Focus 這是它的最基本盤 然後它的懸吊支撐我感覺也升級了 有升級喔 所以我覺得它好像都已經幫你改好了 所以你根本不太需要說 我自己再去加強一些什麼地方 通通都已經幫你 你買這台車 你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調整 就已經符合我的需求 你的想法跟攝影小哥啊 大家一起試 我們三個人都試了這台車 我有一個小小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上來開Focus Active 跟其他的Focus的設定真的不太一樣 它是休旅 如果什麼都不告訴你啊 你就是一般的民眾 然後你上來開 你會說你這台Focus應該是有改過喔 因為好像很多事情都好像是又在進級的感覺 但它是原廠給的 它不是改的 就很厲害喔 就像我們現在進到本康啊 它的燈就是這麼的聰明又睿智 不過就是Focus的強項嘛 因為過去我們每次試Focus啊 晚上都必須要加班 不加班我們自己不甘願耶 因為那個燈就是必須加班才能讓大家看到 那燈就蠻厲害的喔 它的指向啊 還有它的智慧的照明啊 真的就是讓你行車可以更安全 那你看我們出了隧道 它就直接你看聰明 你不用自己在那裡張羅啊 忙得要命 然後你看盲點偵測該亮就亮啊 這種下雨天最需要盲點偵測 HUD也有 彩色不要搞笑 剛才媽媽我也有曬好不好 但是這個很多人可能用Focus就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Focus老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是Android Auto 那你就是用Google Map 它的那個彩色也是可以看到 HUD看得到 但如果你是Apple的話就是Apple 那你說我會用我的iPhone接Apple 然後我要用Google Map 那個 那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他們兩個自己去打架 這就是各自的系統 但是全部都可以在HUD看到 彩色的喔 有 我現在線是綠色的 然後它超速的話 紅色的字它很清楚 不要超速喔小哥 現在計點 我跟你講喔 為什麼我們現在越需要這個高科技配備的車 因為你只要稍微小小的超速太多 你可能就被計點 計點太多你的車就沒辦法再開了 會被吊牌 所以我覺得這種高科技配備不是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讓你開車安全 但第二個主要原因是讓你可以一直可以開車 這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機會吃罰單 可以省口口 然後也不要被扣點數 我們都非常希望每個人都是優良駕駛 好不好 有它有告訴你速限在右邊 然後是紅色的速限 棒棒 好棒棒 而且你那個HUD 剛剛我們每個人開都歐漏 你在雨天看也清楚 你在大太陽底下看也不會說太亮 都看超清楚的 本康哥清楚的不得了 沒錯 有沒有本頻道非常用感情 每個場景都給你拍了 因為只有我們遇到下雨 這該笑嗎 整個苦笑怎麼辦 苦笑哪有 我開心耶 因為Active本來就可以越野啊 我們之前去泥巴路玩那麼高興對不對 對齁 對啊 那如果你在高速路段啊 像我現在也沒有做動我的ACC 什麼都沒有喔 那你就是正常開車 當車過去啊 馬前的偵測會亮 騎到警示 但如果你這時候給人家嘟咕 雖然很不應該 但是人總有累的時候 它會偏出去一下 你看微偏 它會拉回來 有它現在維持在中間 欸 拜託 這是原本就有的功能耶 對不對 那現在連它的Blizz 就是也可以協助到你喔 在比較安全的道路裡面 所以它就幫你修回來 我們上次晚上去拍Focus 是Wagon 然後我們那個燈啊 我們已經玩到極致了 我們那天半夜去拍那麼暗耶 但是它卻照亮超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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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麼暗的道路 它的燈就是厲害 那Focus Wagon有的 我是Active 我當然也有啦 欸 馬點燈車就亮了 它會幫你breeze 車道幫你修回來喔 有 沒有啦 它自己也很顧著自己的方向盤 我們來講點這一次啊 Focus Active 無可取代的地方 當然有很多車子的功能很棒 但是我們一定要在各種不一樣的情境裡面去試它 今天就幫大家壯烈的犧牲就是下雨天 它的穩定性真的沒話講 我記得上次我們是Focus Wagon 然後坐在後座 它就已經讓你覺得 你可以在那裡臂上已經心如止水 不管你在山上怎麼的晃 它就是很穩定對不對 然後坐後座它更棒 你會覺得說它是休旅啊 應該更高一點會更晃 但是我覺得那個晃度不那麼明顯的增加很多 我還覺得坐後面睡覺我也沒差的 是舒服的 這是很大的一個優點 那頭會不會覺得很局促 頭當然不會啊 我才162啊 你會不會局促 我是覺得它往上 就是往上套上去 它故意這裡把它坐進來 對 然後後面它也是圓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局促感也沒有 就是一個休旅車的樣貌 而且我發現你剛剛上車很好上車 對 如果你腿不夠長的話 不像我腿這麼長 你上下都很簡單啊 很163mm的離地高 會讓你覺得就是跨一小步就上來 那是真的很輕鬆 你也不用像卡到烏波鬆快要舉很高 你也不用要跌坐 所以它變成怎麼會那麼絕 在Focus裡面有低的中的高的 比較高但也沒有很高 對 那你如果真的是覺得要高一點啊 然後你比較喜歡視野更好的話 你有酷感可以選 但是就Focus而言呢 它已經 哇我覺得它越級打怪呢 房車也要攻 然後休旅車也要攻 而且你從休旅車角度切入之後 就是Focus Active的角度切入之後 它要越野可以越野 但不是去中險啊 不是去中險 但是它真的模式一切換 你會覺得很安心 我覺得它的模式切換也很方便 就是你知道今天會行進什麼路段 你就直接去把它做切換 它會有那一個非鋪裝道路的選項選上去 有剛才有試過 對 但你下雨天也可以讓它開著 你就會很安心喔 它的抓地力什麼都會有大大的提升 也不用怕它會鼓鼓鼓鼓的 腳會很滑 不用擔心 那Copalor360 想要在溫固之心的話 我會把過去的影片連結放在下方 讓大家方便可以看 這些都是它原本就有的喔 那這回有什麼不同呢 那也跟大家更新一下 像我們之前有注意到撞擊測試 它在歐洲曾經5顆星 那沒什麼好講的 那TN Cap其實有壯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TN Cap的網站去看 但是好像 我看很少人討論這件事 TN Cap也是五顆星 那一樣是五顆星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跟強項 就是你去點進去 會看到在兒童 在成人 然後在側壯 每個的分數點進去看 它的總分其實很高 是93分 93分是100吧 我想像 93分 如果是小朋友考試考93分 你都剛剛又給獎勵了 93分很高 因為你要看第二名的分數 稍微比較一下 發現那個有點落差 一樣是五顆星 但它是要高分拿到五顆星 這個就是我覺得Focus 蠻有產品競爭力的一個重點 畢竟現在銷量到10月 累積統計起來已經破6萬台 一個里程碑 接下來他們的目標 就可以繼續再往上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切入點來看的話 產品力真的是倒挺強的 現在已經開了一段時間 Level 2 這個是本來Colpilot 360 它的看家本領 對 沒錯 那現在我們已經進到高速路段了 跟你剛剛市區開又不太一樣了 因為你現在速度都提升上來了 對 覺得怎麼樣 剛剛過完的時候 我只相信真的很好 然後再來是它的隔音也很好 其實我現在聽起來的話 我們不會聽到很大的 輪胎傳懷的胎噪聲 就是比原本的Focus 要跟原本的Focus比的話 又多一些了 真的是進化 而且我們現在遇到緊急煞車 現在急煞樓 不是你喔 不是我煞車 對 可是你不會覺得身體 不是衝欸 不是衝欸 對 所以它的整個支撐性 我覺得也提升了很多 又多一些 對 你看旁邊那個道路真的有些狀況 那它隔音也是OK的 因為外面在下雨 我不知道畫面看不看得出來 外面怎麼這樣給我下雨 我們畫面要怎麼拍啊 還好我們剛剛直接衝到台北市區 有那個乾的路面也是了 濕的路面也是了 市區也是了 道路山路也是了 然後高速道路也一起try了 你看它有Level 2 它有Copel 360 這個速限啊 我真的現在特愛用 以前還沒覺得這麼重要 難怪 美國的Consumer Report 把它評比為 這麼受到歡迎的一套系統 因為它的作動 就是往前前進 看它自己前進 然後跟它停下來 都操作比人還細膩 因為人有時候會有心理上的一些分心 或者是有些人習慣就是即興 只就會仲裁 那你一起步 大家要跟著這樣 但它自己來控制的話 真的比你的技術還好 嗯 哈哈哈哈 覺得被羞辱了 哈哈 好不想接受是不是 好啦比我的技術還好 真的 我覺得它讓我更輕鬆的開車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對 那我覺得剛剛我們也到 飛鋪裝道路去試了 嗯 那是一如過去的好 可能大家只是想說開的人很開心 坐在副駕駛座或坐在後座人呢 也不會太怕 就會覺得說它是穩定的喔 像我們之前去新竹武峰啊 然後去堅持啊 那個有些路你真的 自己開都會有點怕怕 可是它就是很輕鬆的過去 而且 因為是休旅 大家都會預期說應該要很不舒服 可是它又是舒服的過去 所以小朋友就算在後面睡覺喔 然後你去做這個爛路啊 或者是歷史路啊 或者是這個飛鋪裝道路啊 草地啊 有時候會鼓哩鼓哩的那種路啊 它都還蠻平平順順平穩的過去 嗯 好 那更不用說你開 當然在小孩比較不會去開Sport啦 但如果Sport下去的話 這台車要殺也是可以殺的 因為它叫做 Focus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就是我們今天雨天試車的小小心得 希望真的有時間 這台車真的 只有一天試車真的不夠 因為它的面向太多 產品力又很強 真的要把每個都試到透徹 要有再多一點時間 希望後面有時間就把它借出來 那大家想看我們拿它來做什麼事 留言 不保證會試 哈哈哈哈 盡量試 會啦 會啦我們會試 盡量試啦 希望車子有檔期喔 因為這車子蠻行的 媒體都在拍時間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試車影片 哪有想知道什麼訊息 都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 幫我們把Sport的NOTION表出來 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reappe Theme 一下 Unde